有没有很想听我对你说哪一句话 我想听你对我说哪句话 嗯 什么时候把那个 欠我的那个 五百块钱能还我呀 啊什么意思 哎我欠你钱了 就是上回大家吃饭吃饭 不是说哎哎哎吗 我不是给了一千 别害怕口水流出来 就是你昨天晚上不是 不是一直问我一个问题吗 然后你很想听到我的回答和 想听我说那么一句话 你现在还想听吗 想听 想听 那你也先说好不好 你说了之后我就可以告诉你了 昨天晚上那一句就是说 咱们说一个 说 我是强不要再靠了 好那我知道了 就是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不要再演下去了 我是 我是 卫大俊 你在退什么 那个动作 你在退什么 那扎 那扎还是非常有魅力的 害怕 就让人不敢跟他对决 如果你们是芷蓉的话 此刻你们会怎么办 芷蓉到那个岛上要赶快跟这个女孩摊牌 刨个人问底 要问清楚 那我可能就说了 如果是你的话 在哪个环境你就要绷不住了 咖啡厅你已经问了 你啥事呢 没有 如果是她的话 你一过去看一怎么还有一个人 你谁啊你 姐 小莫和少 长得真漂亮 然后就问 陈老师今天摆的是什么龙门阵啊 我们俩在路练走你干嘛呢你 你介绍一下先 好好认识一下 但如果你一定要像刚刚子龙那样 就是不能过去 然后有一点不高兴 你会不会让那个男生 很明显地感受到你挂脸 必须很明显 再死我耳朵封上了 他喊我我永远听不到 你还想叫我 你喊我在那儿 我一直望着窗外 陈老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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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天 青春 我的臉已經散出來了 你會不會 不好意思 我不是很在意 你長那麼帥還好嗎 這像是她朋友 我都不知道怎麼辦 吃宿了 有一個女生坐在裡面 當時心情很奇怪 因為想不到是誰 就覺得她們非常的親密 但是我可以看到她們的確 我可以看到她們的確 他說 說 你一定會是誰 你還可以看到她們的確